这份上线的疫苗预约平台 要暂时跟民众说再见了 因为近期的预约量不大 指挥中心宣布 疫苗预约平台会暂时退场 回归到医疗院所或者是造册方式 来施打新冠疫苗 而未来呢 也会把疫苗地图做得更加完整 方便民众寻找施打点 时间一到准时点进网站 预约施打疫苗 从7月上线以来 对台湾民众来说 再熟悉不过的疫苗预约平台 如今可能要暂时跟民众 说再见 现在量很小 所以预约平台可能会暂时的停止 那回归到各个医疗院所 跟外展 那跟造册 就有点像是我们流感疫苗 施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18轮施打量不如预期 疫苗预约平台暂时退场 未来打新冠疫苗 可透过医疗院所 外展站及造册等三管道 不过指挥中心也强调 有需要就会重启 为民服务 现在要把这个疫苗地图 要把它做得更完整 那第二个例子 如果人很多的时候 那需要做一个平台 来做一个调配 而国内打苗抗疫同时 也积极采购口服药 不过莫沙东药厂的 抗病毒口服药 传出试验数据不佳 法国开第一枪宣布砍单 改向辉瑞采购 那我国采购的进度如何 莫沙东这个药 基本上它要取得EUA 各买卖契约才会成立 破到付款 但我们会神圣的评估 那辉瑞这边我们持续在谈 到了抗疫下半场 国内两剂覆盖率逐渐提升 防疫作为也得与时俱进 节目报道